中国的战狼外交已死 还是现在的战狼披上了绵羊皮呢 今天带您一块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治愈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 中国的战狼外交啊 不是说已经转成喜鹊外交了吗 怎么卢沙野还出来撒野啊 这怎么回事啊 最近呢在外交圈的大新闻 当然就是中国的驻法大使卢沙野 他的一番话哦 那当然这番话呢 你可以说他跟这个法国的主持人 唇枪舌战 那也有一说觉得他好像有一点 掉入了这个主持人的一个 这个陷阱人家挖坑 你怎么自己往下跳 那还有一说觉得 这就是他内心 像现在欧洲很多的一些舆论就讲 你看中国根本就没改战狼外交 还是战狼外交 那当然我们就先来看看 你看这件事情到底呢 是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些后座力 卢沙野呢上了一个电视节目 于是他接受了访问 那他怎么讲呢 当然有一些这个前言啦 但是最终引发争议的那句话 就是他这样讲的 他说呢 这些前苏联的一些国家 其实呢在国际法当中 他们并没有被承认成一个有主权的国家 哇这真的炸锅耶 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一些舆论开始抨击这个卢沙野 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态度吗 中国是这样想的吗 但是呢 这个隔了几天啊 马上出来切割了 北京当局我们看到外交发言人直接讲 这个是大使他的个人观点 这不代表中国立场 因为中国呢 应该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后 可以说第一批 跟这些所谓的前苏联国家 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然是承认人家的主权啊 那当然所以就是立刻切割 立刻止损 好不过呢 这件事情毕竟啊 接下来有后座力 我们来讲 但是呢 为什么要说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中国过去的战狼外交 咄咄逼人啊 已经转型了 那这个转型呢 我们可以从谁当外交部长 诶 看得出端倪 现在谁是外交部长 秦刚 秦刚呢 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 这个温 温良功俭让的一个 非常儒雅的一位公子 这样的一个形象了 那关于这个战狼外交呢 秦刚他也有他的解释了 他怎么讲呢 他说 中国也想要有足够的厚道跟善意啊 但是啊 当这个恶狼来袭 当财狼当道 那当然只能与狼共舞啊 只能够这样来保家卫国 这个是秦刚对于战狼外交 他所说的 那很多人就问啦 他说那你战狼外交 总是要很凶狠的 这样对外讲话 那这个秦刚怎么解释呢 他讲说 这个孔夫子啊 本来就这样讲 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所以意思就是啦 你是你们先对我坏的 所以我只好反咬你嘛 所以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战狼外交 这个秦刚上任的时候 是这么解释 他说这一切就是一个 话语的陷阱啊 但是呢 从秦刚的上任 然后到他解释 所谓的战狼外交 你其实看 慢慢感觉到 中国其实外交的一个转向啊 当然我们看到了 从中美贸易战的那个过程 然后引发了后来 所谓的战狼外交 就很像 这个交朋友哈 那个交朋友呢 如果呢 这个两个朋友交恶 一定会有一个心理过程 一开始交恶 当然就会很不开心 我是怎么样真心待你 真心换绝情 我好生气 我要骂人 我要发泄 所以会有一些双方 很激烈的冲突啊 你看到那个时候 所谓的战狼外交 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美国方面怎么样 这个 这个咄咄逼人对中国 然后各式的一个制裁 各种的一个压制 那中国要反击 所以呢会有一些 比较激烈的言语 所谓的战狼外交 但是呢 我们看到当 所谓的一个贸易战 到了一个状况啊 然后呢 慢慢的贸易战 变成了一个常态 中美的大国博弈 变成了一个 长期化的趋势 你总要双方 找到一个 相处之道 所以呢 这个相处之道 不再是 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所以呢 就感觉进阶版啊 进阶版呢 大家说喜鹊 所谓的喜鹊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搁置 跟你的一些怒气 跟你的不和 但是要开始 其他的去拓展 别的外交关系 所以你看到中国很多动作 包括了 呃 元首到北京到访 呃 习近平的出访 各式各样的啊 但是呢 卢沙也的这番话 让大家重新拉回说 你是不是还在战狼外交 呃 我们来看目前 各方的一些态度啊 当然啦 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波罗斯帝 喊三小国啊 就会很愤怒嘛 你怎么当我不是主权国家呢 立刻召见了 呃 这个中国驻当地的大使 叫他来好好说清楚 讲明白 但是呢 北京当局就就切割嘛 就止损 但是你发现 舆论炸国 这些欧洲的民意代表炸国 很气啊 说应该把这个卢沙也赶出去 但是你发现 这些国家的高层 没有什么反应耶 比如说 事发当地国 罢国 呃 首先法国啊 是这个国会以为很生气 说要把卢沙也赶出去 但是马克宏怎么说的 马克宏的说法四平八稳哦 甚至有人讲 他想要把这件事情 轻轻带过的感觉 因为这个马克宏是这样说的哦 呃 法国总统说 哎呀 这不是一个大使应该讲的话 就这样哎 他没有表达出他愤怒 他没有反击 没有一些更激烈的语言 他就只说一个大使 不该说这样的话 这样而已 那当然呢 你去观察最近马克宏 跟中国之间的互动 你会发现 他真的想要快点淡化 因为呢 法国跟中国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们想要共同的来调停 恶务战争 所以呢 此时此刻如此敏感 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卢沙也 哎 真的 这个大格局 很可能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 一个事情都不要干了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到法国的高层 似乎想要快点让事情过去 反倒是民间的舆论是完全的炸锅的哦 那于是呢 我们就讲回来 现在的中国 当然你可以说卢沙也事件 应该就是在整个习近平的外交格局当中 一个小插曲 擦枪走火吗 但是我相信卢沙也的讲话 可能也不是习近平乐见哦 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战狼的转性 有哪些蛛丝马迹了 首先我们看到了 这个中国 最近他在国际间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他想要呈现一个习近平主席所说负责任大国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负责任的大国 再加上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嘛 要怎么样有一个大国的高度呢 你看到这个近来中国其实谈了非常多关于国际秩序的维持 关于一个大国应该要对其他的国家展现出来的一个作用 他做了很多 他也说了很多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 呃今天特别跟大家来谈谈中东最近的一个发展哦 呃中东大家都知道 这个最近这个中国这个干了一件大事啊 居然可以化解千年的恩怨 哇千年恩怨 也在一个文化古国当中手中来终结 那也是蛮厉害的哈 中国成功调停了沙特跟伊朗之间的千年恩怨 这是国家世仇啦 而这两个国家世仇到什么地步也是很难再往前讲哈 我们没有活那么早以前 好所以呢 这个千年恩怨连美国都觉得那就是无解 他也觉得很难调停 但没有想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办到了 居然呢把这两国叫到了北京来 三方会谈北京签约哎不得了了沙特跟伊朗居然他们可以放下恩仇啊 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真的太不可思议 那你说中国如何办到这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啊 呃怎么个说法啊 呃其实过去中东呢 没什么好说 这也是美国的后院 虽然离美国离得很远 但是美国怎么绑中东的这些关系呢 当然就是透过他的美元霸权 那这个美元霸权怎么个绑法 最早绑黄金嘛 定毛黄金 后来算了绑石油 石油美元成为了美国呢 在中东话语权很重要的一个底气 好因为呢 你反正你你石油就是用美元定价 那没什么好说 但是当年的时空背景叫做 美国是石油的最大买家 所以呢 他可以要求中东用美元定价 于是呢 那就没什么好 反正你最大买家 我用美元跟你买 好像很合理啊 OK没问题 那也借此呢 呃当时的运作模式是这样啊 这个美国跟中东国家买油用美元嘛 然后呢 中东国家收了很多美元 对不对 再把美元再还给美国 因为我要跟你买武器 所以呢 这个美国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 就是一些军事上的合作 军事上的支援啊 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刚刚不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吗 现在都不站在美国那边 首先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这个美国不是石油最大买家 中国才是啊 呃这个美国自己有页岩油之后啊 这个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 当年是我的买家 现在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觉得中东国家会怎么想 好再来你看到美国在中东不断的撤出 呃从叙利亚撤出 呃伊拉克啊 缴的这个乌烟仗劲之后也不管了哈 所以呢呃这个在中东的角色 现在中这个美国不断的弱化哦 那弱化的一个状况底下呢 现在呢中东找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了哈 买家在哪里 那就是朋友嘛 是不是这样很简单嘛 钱在哪 干爹就在哪嘛 啊那现在钱在哪 在中国呢嘛 中国成为了中东最大的一个使用买家之后呢 当然过去的一个石油美元好像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中东正在谈怎么样用人民币来买石油 所以呢过去石油美元绑住整个中东的外交关系 现在已经不在了哦 现在变成了中国进来 那中国进来呢 呃还最近最有名的就调停了沙特跟伊朗嘛 两国重新建交之后呢 这真的是一个老实讲 这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吧 不得了的一个壮举啊 所以呢让大家重新看到了哦 原来这就是中国所说的什么叫做负责任的大国 要来调停国际关系 那最近呢我们刚刚讲中国还在努力 继续在中东发光发热啊 呃既搞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 这个沙特跟伊朗之后他另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同样也是不得了的恩怨啊 他想要调停的是尾巴关系 好这同样也是对美国来讲 人的又不可能嘛 那你们就就吵嘛 哎吵来吵去 哎对美国似乎很有利嘛 对吧 但是呢现在中国也要出手来调停尾巴的关系哦 呃最近的中国我们看到他从今年2月份开始哦 他不定不断的提出了一个全球的安全倡议 那他对很多国际间的冲突呢 他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那首先呢当然他就搞定了这个沙特伊朗 再来看看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 呃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地方 大家会预期他说可能他也会有角色在这里 因为首先哦 中国其实哦 呃他从来没有殖民在这个中东地方 他没有殖民 他也没有伸手进来长臂管辖 管人家中东的内政啊 就不像某大国嘛 那所以呢在中东对于中国的一个接受度来讲相对高 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他想要调停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 然后呢他还提出了如何政治解决叙利亚的问题 然后呢他也支持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哦 就是在整个有争议的地区那就两个国家吧 大家别吵不要吵来吵去说那是你的那是我的 我们就两个国家能够和平共处嘛 所以呢这个现在看起来呃这个习近平主席似乎是希望哦 呃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有更多的一些呃这个出手帮忙 调停缓冲这样的一些角色哦 那当然呢中国现在看到了在中东的机会 那中东其实蛮买单的 因为其实中国呢我们看到了在伊拉克 在美国撤出的叙利亚 其实呢所谓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团队都已经进去了 帮助当地重建这些国家啊 保经战乱之后要帮当地做他们的基础建设啊 这做很多了哦 呃有些事情啊 能做不能说啊 有些事情啊 能说不能做啊 呃那这个一带一路啊 最近很敏感嘛 所以呢在中东地区啊 一带一路是能做不能说 呃中国已经都在做 但没有说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中国最近呢 在中国中东的地位啊 看冉冉上升啊 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其实呢 这个双方之间哦 呃这个互动非常的密切 甚至连欧洲媒体都看到了这一点 欧洲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媒体叫做现代外交 那现代外交呢 最近他就写了一篇专栏就在谈中国在中东的角色 那这篇文章当中他是这么说的哦 他说呢 呃在这个中东呢 你就看到了中国的一个话语权的一个这个身高 而且他挑战了美国的霸权 用的是一个和平使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和平使者当初你就是一个口号 但是呢当中东其他国家看到了 居然真的成功调停沙特伊朗之后呢 这个所谓和平使者的角色突然间具象化了 所以呢这个欧洲的网站就讲了 他说呢他们正在密切观察 在中东地区的中美之间的此消彼长 还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那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尾巴之间 中国到底能不能出手调停了哦 那刚刚提到了中东跟中国 现在关系越来越密切哦 你看到了近来中国的一个 异后的经济复苏 不是没有大家想象中 那么样的一个报复性反弹吗 但是哦有一些呃所谓的大基金哦 这个是不管这个外界风风雨 不管说中国经济复苏 没有想象中来的好 钱都已经到大陆来了哦 我们来看哪些大基金 中东有一个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哦 这个不是第一名 也应该也第二名哦 好这个大基金呢 他最近投资了很多中国企业哦 前进中国 好他买了什么 他买了神华能源 他买了紫金矿业 他变大股东 另外一个科威特的一个这个投资局哦 呃他也来买 他买的是深圳的机场 他买的是一个做这个发粉的安齐效果哦 你看很有意思啊 投资基础建设 投资民生物资哦 所以呢 钱都已经通到到这个地方来了 因为看准的就是呢 中国跟中东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好 外交关系也越来越改善 所以呢 你看钱就已经先进来了哦 那再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卢沙耶 你觉得会影响到中欧之间的关系吗 呃 似乎不然哦 因为我们看到了最近哦 这个德国刚刚讲到法国嘛 法国马克宏对卢沙耶事件轻轻带过嘛 那德国呢 也在卢沙耶事件之后 哎他也没有跟着骂哦 呃这个德国甚至还对 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发出了邀请 希望他到柏林来访问了哦 所以你看德国也非常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哦 那这个呃就大家就说了 所以你说卢沙耶事件是战狼外交吗 还是所谓中国现在想要塑造的一个 喜鹊外交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呢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后者哦 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 大家说你就看卢沙耶的下一步嘛 因为那个战狼呢 哎现在都已经发配边疆 上一个发配边疆的战狼是赵立坚 本来是风风光光外交部发言人 但是最近看到他呀哇被吊到冷牙门 而且呢你看到他那个冷牙门叫什么 你给大家听叫外交部的 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 听起来副司长蛮大的哦 但最近看到他在干嘛 他刷油漆耶 他跑到了中越边界的一个边界 背上去刷油漆 哎呀这真是啊 呃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 这个当初的男主角啊 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刷油漆的油漆工啊 这个发配边疆冷牙门真可怜啊 所以大家说如果卢沙也会被发配边疆 哎那代表他做错事 但是如果他没有被发配边疆呢 哎或许还可以观察一下哦 到底呢他这个战狼是不是 外头先暂时劈了一个绵羊皮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他的皮打开可能露出他的战狼面孔了哦 不晓得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哦 你从最近中国呢处理这些国际事务的一个状况看起来 你会发现其实接下来中国要做的 其实已经不是战狼外交 而是实质的去参与国际冲突调停的所谓的大国角色 好这是最近我们观察到的这个中国 特别呢是在这个外交领域上头 在中东这个地方发挥的一些角色哦 我们的观察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我们下回见拜拜